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技艺 今天讲述今年86岁北京小吃界 太斗鸡人物陈敏青陈浪也 亲自出山 手把手叫在北京已经经验失传的北京小吃 油炸鬼也叫炸秦桧 炸回头和炸不带的真传手艺 那么油炸鬼在里面有个特点 就你那个火烧 加烤肉那个 要加这油炸鬼 那就是过去跨坑呢 是那个吊炉烧呗 马蹄烧呗 马蹄烧呗 加一油炸鬼 那叫一套 打着帮子接上上胡同买 有名的 叫的想的 过去有发货屋子 什么叫发货屋子 就是我们两天坐 你们都上我这来去 所以今儿个待会儿 咱们炸两个东西 说那油炸鬼是带馅吗 不带馅 油炸鬼我告诉你怎么炸 你会炸椒圈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比椒圈稍微个儿大一点 它是长圆形 长圆形 长圆形 两头尖 从这儿看 比那个椒圈稍微大一点 半椒 椒圈是全椒 它这是半椒 所以叫半椒果子 也叫油炸鬼 也叫炸秦祸 过去老人呢 正很奸臣 所以就把它叫炸秦祸 过去大帮子卖烧呗就加那东西 这个椒圈的那个椒子的那个 这叫手镯形 这个呢 本身是两头尖 这个枣头形 你那油条那么长 它一半 就可以 就比椒圈稍微面大一点 这个你说你就会 枣头形 有点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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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这个现在没炸正经 这个形啊 它应该是这个头是多少而已 这叫炸油轨 油炸鬼 油炸鬼 也叫炸秦祸 这个火小点 等它炸 小的 不是它炸好了 那个东东 它在眼边太丝了 哎 你就这么做练 另外那个炸回头呢 就是烫面 使七成八成热的开水 把面烫 烫完以后 就一块发面 揉到里面 稍微醒一醒 就使你这肉骨馅 加一点葱粉 炸之前呢 把葱下去 点一点香油 什么叫回头呢 就是一个大饺子 怎么炸啊 馅麻好了以后 这么一叠 把这一叠 这么一叠 这两头一捏 转一弯 出来就是圆宝形 所以叫回头 圆宝形 你看那馄饨没有 还有的就 就这种形状 你记着 大概齐啊 六条面 六条面 哎 面馅儿 割一半 你自己啊 我这没说 你自己面 练个肠 你弄好了 我这觉得不错了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或者你给我发过去 哈哈哈 让陈老子看 你给我发过去 行行行 打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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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油饼怎么打 平常油饼多大 这都是熟能熟巧 慢慢来 对 慢慢来 让他有点钱 啊 我见过 他就没错 人家不说了吗 看一签子 不如做一次 是吧 你拿个刀 你拿个刀 来一口 呃 再来 多来 多来 来 来 整个的啊 整个的 哎 一吃 再接着 再接着炸 一吃 这有几个整食 Myers 多好 手了 好 然后牙脯蛋饼一千 来 一千 把鸡蛋露出来 对 好 来 好 好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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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来 来 谢谢小老 不是 小伙子 小伙子 你拿着 我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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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那鸡蛋黄 弄了 好 再拿刀伸一点 换个中间 换个中间 对 两头 不好意思 这个 请关注北京北京记忆 欢迎评论点赞留言